菩提有十二代弟子 为何仅有孙悟空在三界闯荡 你看师兄们都去了哪 众所周知 孙悟空共有两位师父 狄约恩师就是方顺山的菩提祖师 那时孙悟空自行参悟出了生死之道 他依然驾起天舟 朝着茫茫大海驶去 虽然孙悟空不知哪里有神通广大的老神仙 但直觉告诉孙悟空 只要京城所至 必定今时为开 功夫不负有心人 孙悟空历经八九年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方顺山 眼镜方顺山云雾缭绕 孙悟空不由的心花怒讽 在侨夫的指引之下 孙悟空如愿以偿的找到了协月三青洞 并拜了菩提祖师为师 孙悟空拜师之时 菩提祖师是这么对孙悟空说的 我门中有十二个字 乃广大智慧真如信还 应勿原觉 分派起名道尼 乃帝师辈之小徒义 正当物子 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吗 可见 菩提祖师门下并非只有孙悟空一人 而是总共有十二代弟子 按照悲愤 刚刚入门的孙悟空 排在了第十代的物子辈 菩提祖师死言非虚 孙悟空在课堂上手舞足蹈的时候 身旁坐马了无数铜窗校友 无独有偶 孙悟空神功出城之际 曾变成一棵玉语清清的松树 此时也有诸多师兄们 为孙悟空鼓掌呐喊 奇怪的是 无论是孙悟空上天为官 还是西天取经 他都没有遇到一个铜窗校友 要知道 孙悟空曾被玉帝封为齐天大圣 虽然有名无实 但也称得上是诸仙皆知 随后 孙悟空挥舞金箍棒 仅凭一人之力 就将天宫闹了个鸡飞狗跳 这件事情更是轰动了三界 五百年以后 孙悟空跟着唐僧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孙悟空凭借神通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被如来佛祖封为斗战圣佛 成佛亦是非同小可 随着孙悟空成佛称圣 他的威名更应该响彻三界才对 然而 孙悟空自始至终都没有遇到同门师兄 这又该如何解释 一些读者认为 孙悟空之所以邂逅不到铜窗校友 和菩提祖师的严厉警告有关 原来 孙悟空毕业之际 菩提祖师曾拉下脸来 对着孙悟空说道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你说出半个字来 我就知知 把你这胡孙包皮错骨 将神魂贬在酒油之处 教你万劫不得翻身 可以预见的是 祖师为了不被外界打扰 凡是离开方顺山的弟子 都为他出言警告过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 孙悟空为何遇不到师兄们了 这样的解释 看似合情合理 但孙悟空出了方顺山之后 可是三番五次的 在外人面前 提及方顺山和菩提祖师 遗憾的是 尽管孙悟空口无遮拦 不惧菩提祖师的告诫 可依旧没有找到 失散多年的师兄们 笔者认为 孙悟空之所以成了孤家寡人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孙悟空求学之际 菩提祖师曾屡次误导孙悟空 想让他学采音不扬的动字门 以及倾心扶轮的数字门 但都被孙悟空言辞拒绝 菩提祖师假装生气 拂袖而去 这个时候 你看孙悟空的师兄们 有何表现 原文学道 师兄们都道 师父传你道法 如何不学 却于师父顶嘴 可见 孙悟空的师兄们 都是一群逆来顺手之徒 他们早已得了 祖师传授的各种旁门所到 却和长生不劳之术 师之交臂 五百多年后 孙悟空走出了五行山 而方顺山的师兄们 由于没有长生术的加持 早已寿中正寝 灰飞烟灭 二 方顺山的一切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都是菩提祖师所变 就连植入的侨夫 开门的道童 以及孙悟空的师兄们 亦是如此 随着孙悟空朝三界进发 只见菩提祖师将服尘一辉 方顺山的一切人和物 都化为了乌有 以上两种解读 都能很好地阐述 孙悟空的师兄们 为何消失不见 各位看官觉得 哪种解读较为合理 欢迎留言讨论